請各位旁邊按鈕自己加 我們剛剛是加這個啦 匯率查詢對不對 然後這個可以自己把它填上日期 按下送出 然後就可以把結果給跑出來 當然如果你沒有填資料 你會發現它好像會預設 它也不會壞掉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主機上面 給的程式基本上有防呆的 這邊我們上個禮拜就是刪掉圖 然後美元折線圖 然後這個是人民幣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都按這個 跟上個禮拜一樣 甚至你可以把它變成兩欄都OK 後面的話 我想就是讓各位自己去發揮 所以今天基本上總結一下 第一個按鈕就是 叫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這個的話是用Infbox 第一個 2021好了 1月1號 然後2021的2月28 OK 來假設這個日期 它會取得嘛 然後取完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刪掉重新跑一下 那你可以看 那一段時間的美元的匯率好像有一點 哇那時候的匯率多少 28而已有沒有 最高也才28.5吧 0.49 然後最低的話 低到多少 28.2 所以那個時間的美元其實蠻低的 當然如果你要更多 你可以把那個range把它加大 甚至後面我的想法是 因為它最多只能一年 所以你一次只能下一年 那如果你要十年的 比如說從2023 如果是2013到2023 如果2014到2023 這段匯率的資料我都要取得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來寫一個程式 把它跑個回圈 一次兩次 就是有點像之前寫過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所以後面部分可能就是自己在發揮好了 這個是input box 這個的話是剛剛的這一個 就是表單的部分 然後其他的美元折線圖部分 跟上個禮拜一樣 就是直接 甚至你可以把程式call過來就好了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跟上個禮拜的程式一模一樣 那你其實可以在雲端上找到 或者在你自己的那個 上個禮拜程式裡面也有 有沒有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 一模一樣 還有三圖 所以這四個按鈕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程式貼過來 那就OK啦 所以我最後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把今天的部分 就把它做個練習吧 將來當然最好是可以想一個 期末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想一個 你想要抓的資料 然後盡量做一些 比較更專業一點的輸入 然後取得查詢結果 然後並且可以做視覺化的呈現 OK 那當然 越便利越好 也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只要按個按鈕 然後輸入你要的條件 結果就出來了 這樣不是感覺 做起工作來 感覺好像會比較專業 而且也有效率嗎 OK 所以今天的作業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著把 剛剛講的部分 再把它整合一下 OK 再次一次 再次一次 我們再次一次 做一次